大家好,我是小徐 距离我们上次买狗粮的时间 已经过去有40多天了 现在基地剩下的狗粮没有几包了 我们现在每个月狗粮需要1000到1500斤左右 我们基地有115条狗狗 平均一只狗狗每天需要半斤狗粮 半斤左右 这是夏天 夏天的话狗粮还省一点 到冬天的话狗粮更就是吃的多 因为夏天天气热,狗狗懒样样的 都喜欢睡觉 吃的话也吃不了多少 跟人一样 到夏天的话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 所以这还是比较省一点的 到冬天的时候我们的狗粮更废 我们吃的狗粮一直都是吃的比较好的 吃的比乐狗粮 因为就是低端狗粮 狗狗吃了它会身体很多都各项器官都受不了 所以我们喂的狗粮是比较中端的 这次又买了2万块钱的狗粮 应该又能接持两个月左右 小徐在这里就是代替所有的狗狗 感谢家人们这一路的支持与陪伴 面对着这115条狗狗 每天巨大的压力 小徐从未敢放弃 因为我知道这115只盲孩子需要我 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也需要每一位家人的帮助 小徐在这里代替他们 真的谢谢大家了 感谢你们的支持 小徐在这里 很快 就是 我说 你干吗 我拉着手上的呀 你算了 我拉着手上的 你把车子行到过了 不然走过去了 花刀吧 花刀到你来憋住 太重了 成都不太好吃了 后面压太重了 它会上前清洗 不过这车子来一层 别人没问题啊 不过这车子来一层 别人没问题啊 不过这车子来一层 别人没问题 这边还有吗 这边还有吗 哎呀 我没锁车到装几包 这十一包 这个剩一包 这个剩一箱 这个剩一箱 这个剩一箱厚 那都没有了 这个剩一箱厚 这最好です 我把尽快拿起来 这不可以写来 这个剩一箱厚 我把尽快拿起来 一支 我把尽快拿起来 我把尽快拿起来 它已经给你看了 我把尽快拿起来 我把尽快拿起来 哎呀 累死我了 有人在抓了一半车 剩下的我儿子来抓 啊 我是累得不行的 在这给你狗一雕 再把那边的鞋装上去 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七包 八 九包 四包 ok 这边一包四包 一切热的夏天 狗们都回屋子里面休息了 大部分都在睡觉 就沙拉那四个孩子 通缘爸爸在跟自己的孩子玩 其他的都睡觉了 看 狗粮盘里面睡的 这里躺的 看 这是四肢的毛发黑了黑了 都睡的挺香的 因为天气太热了 他们基本上就都回房间里面休息了 好玩吧 你看小白那四个孩子 那沙拉那四个孩子睡的 耳朵 直嫩的直直的 壮不壮观睡觉的床 所有的房间现在都在睡觉 稍微有点动静就都醒了 你看我这走过路 脚发出一个脚步声 就都醒了 又有动静他们就醒 没有动静的时候都在睡觉 再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屋子里面 因为他们都很可爱 都是我们基地里面的宝贝 都是我们基地的小宝贝 这个区域的狗狗 午觉已经睡醒了 大部分都在玩了 那边那个睡午觉 这个区域的都醒了 都在玩了 不睡醒了 都睡醒了 嘿热球 你看热球泡得成一个野桶 成个水桶腰了 有好多在外面 大拉开 你气 气啊咋的吗 让那么气啊 找你们惹你们了 吓到小朋友了 把这种球都给吓到了 你们玩你们的别误伤别人就行 大拉开老气了 你别怯怯了 这屋子的狗狗都睡醒了 午觉 然后我出去把狗粮拉回来 狗粮到了 我们的狗粮没有了 我又买了2万的狗粮 2万的狗粮已经到了 昨天就到了 我这天没时间去拉 今天出去把狗粮拉回来 看看 然后这个区域的狗狗就都睡在这个凉亭下面 因为这是后面 凉亭后面的话分比较大 所以这个区域的狗狗就睡在凉亭这边 这对凉亭这边的话分大 这个区有几只狗狗比较脏 给洗澡 叫发财 还有 哈哈你也给洗澡了 你都没洗过澡好像是吧 哈哈 发财 没选 还有 发财跟开心 哪个都要洗澡 都比较脏 再打扫卫生了 现在 把区域的卫生都收拾一下 看 雪花身上也脏了 雪花也给洗澡 都站着在看 盼盼毛也长了盼盼需要修毛了